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您的师父 亲爱的师姐 各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因为这个网络出点问题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能听见是吧 好 那咱们能听见的话 咱们就先这样讲 过了个8月15 中间咱们休息了几天 现在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那个课就正常开始往下讲 咱们看一下上一节课咱们学习了十神的含义 以及了十神的心性中的底肩和节才 那这节课咱们继续往下学 看一下十神心性当中的其他的内容 那么十神一共是十个对吧 咱们讲了两个 还有八个 今天晚上把这八个咱们讲完了 打开我们的命理玄机101页 首先看一下十神 那命中有十神的人 为人比较滋稳 有气质 属于那种仙气柔美的人 那做事情呢 有调有理 也比较有口服 而且呢 口感特别好 总能找到好吃的食物 因为咱们前面说过 十神呢 其实是给天上的神仙做饭的厨师 对吧 所以说呢 总能找到好吃的东西 而且呢 也比较会享受吃的 那十神的优点呢 就是命局中 十神为喜用神的时候呢 为人气质清高 温文如雅 个性呢 比较开朗 头脑聪明 而且心思比较细腻 心性呢 比较平和 这样的人呢 属于是心地善良的人 待人宽容厚道 并且呢 感情比较丰富 因为十神和双关是泄秀的 对不对 而且呢 就是属于性格悠悠自足 那思想呢 属于是清新脱俗的 实神为喜用神的人呢 也喜欢美好的事物 比较重视情调 这样的人 尤其是对文学 歌舞 或者是艺术等等的 有一些特殊的偏好 都是属于特别喜欢的 并且呢 具有敏锐的感受力 这样的人也精于饮食 一生衣食丰厚 就是不缺吃不缺穿 对吧 与人相处呢 比较含蓄保守 属于温厚有礼的人 并且呢 善于表达 因为十神他也读口才 对不对 善于表达 那表达的时候呢 属于生动 但是并不夸张 这样的人也喜欢出风头 但是呢 含蓄而不会锋芒必漏 喜欢付出 但是不会强求回报 性格呢 属于国库乖巧的 但是呢 也不任性和叛逆 做事情呢 比较专一 往往能够学习一技之长 并且呢 属于记忆精湛之人 所以呢 能够深入学习 而成为专家 咱们再看一下十神的缺点 那如果十神为继神的时候呢 就会显示出他的缺点了 对吧 那这样的人呢 思想比较轻高 往往有自命无凡的心性 有时候呢 会因为理想过高 而与现实脱节 喜欢呢 悠悠自足的生活 喜欢无忧无束的生活 但是呢 往往会沉迷于游乐当中 走不出来 并且会忽视现实的生活 而失去奋发进去的精神 所以说 这样的人呢 他就容易空想或者是幻想 做事情呢 虽然有耐心 但却常常会感到体力不值 就是这个容易疲劳 或者是呢 因为思考旺盛 就是思虑过度 想事情想得太多 动脑太多 而导致神经衰弱 或者是头疼 或者因为幻想过度 而感觉呢 空虚和寂寞 或者是因为好高物远 就是这个理想太高 太多 而不能实现 总的来讲呢 就会有怀才不欲 有志男生的感觉 刚才呢 讲的是 实神心性里面的 实神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 博字身弱的时候 这样的人呢 有实神 因为实神属于泄秀的 对不对 虽然说有实神 但是呢 才华 也不能被显露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身弱 实伤在泄 是不是 这个身就更弱了呀 所以说呢 他就没有办法 用实神来赚钱 就是用自己的头脑来赚钱 那么往往呢 身体也不强壮 更无法担财 因为深入不担财 对不对 这样的人呢 还样样都想学 但是呢 什么都学不经 那只会学一些 妖宠小技 就是没有大的才华 当然这个里面呢 不包括从格的八字 因为从格的八字呢 比方说 这个从作格 或者是从而格 就是从事格的这样的 他往往是相反的 但是呢 咱们看一下 如果身强有实神呢 那这样的人 就会有真正的才华 而且呢 才华也能得以展示 并且呢 可以通过自己的才华 赚到钱 因为身强呢 本身身旺的时候呢 他需要来信一信 才达到一种平衡 对不对 那身强有实神呢 代表自己的能力 能够得到发挥 这样的人 他就会有真才实学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实神和伤观多的人 那前面咱们说过 机灵不过欺杀 聪明不过伤观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往往对自己 会过分的自信 也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 这样的人比较任性 还常常会因为自负 而断送自己的财运 那但是这个除了什么呢 从而隔的 或者从事隔的反制 就是从而隔的 从事商隔的 还有呢 从事隔的 它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 上面讲的是实神 咱们再来看一下伤观 那么命中有伤观的人呢 属于是感情比较丰富的人 所以说容易被感动 这样的人往往的 男人长得英俊 女人呢 长得比较这个俏丽 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 往往长得都比较 这个漂亮 或者是帅气 对吧 那做事呢 比较珍惜感情 也非常重感情 有的时候呢 会过分的感情用事 咱们看一下 相关的优点 就是相关为喜用神的人呢 就会体现出他的优点来 这样的人能够博学多能 并且多才多艺 活泼善变 就是表达流畅 并且呢 聪明 机智 机灵敏锐 做事情呢 能够深思熟虑 而且呢 他的领悟力 非常的强 就是领悟优异 创意呢 非常丰富 就是创造性很强 思想高远 有满腔的抱负 并且呢 活力比较通沛 那做事情 也有斗志 斗志昂扬 对吧 重视呢 别人对自己的肯定 有不断超越他人的欲望 就是呢 总想做得好 这样的人 学习能力也超强 非常强 容易成为英雄人物 这样英雄人物呢 也大多是相貌比较清秀 而且是博学多能多才之人 由于那口才比较流利呢 表情比较丰富 所以说呢 很适合做一些这个演讲啊 或者是往演技圈里面去发展 比如说唱歌呀 跳舞呀 文学呀 艺术呀 等等方面去发展 那么也可以去同事 广播或者是新闻报道 或者节目主持人等等 利用口才的这些工作 或者是事业 并且呢 就是命中带商官的人 对于艺术美学 有超强的感受能力 而且呢 感受比较敏锐 并且呢 颇具灵性啊 就是灵性非常强 因此呢 因此呢 也适合同事 大价工作 或者是一些自由业 或者是古董 或者是精密技术 等一些方面的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那商官的缺点 那商官的缺点呢 就是商官为继承的人 为继承的时候呢 能够体现出他的缺点了 对吧 就是因为商官的人呢 他的领悟能力特别强 并且呢 兴趣比较广泛 那广泛了就会博而不惊 学得多 但是呢 样样都不惊 不能够量力而为 往往呢 会做出超出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 而导致失败 就是本身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呢 他还要做这样的事情 往往就会导致失败 这样的人往往不知道 自己的本质有多大 所以说呢 这样的人就属于那种 骄傲自大 是才傲物之人 并且 这个比较任性 比以孤行 而且呢 为了达到目的 还会不择手段 那如果是商官为继承而旺的人呢 也喜欢逞强好胜 爱出风口 也敢大妄为 因为商官他就是治官型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商官的人敢一根官斗 所以说呢 不怕当官的 那也容易触犯法律和 或者是与法律抗衡 那么这个商官呢 他是日主所生之神 也是呢 发泄之物 所以说 商官旺的人呢 也主人有激情 所以说呢 这个多数的婚姻也会不顺 婚姻容易出现问题 因为有激情呢 那么就是这个喜欢发挥或者是发泄 对不对 所以说桃花呢 相对来讲有的也忘记 那么尤其是女命 商官旺的主客夫 因为官是女人的丈夫 商官呢 就是伤害丈夫的客夫 对不对 那咱们再看一下 如果偏印和商官同时出现的时候 就是在拔子当中 偏印和商官同时出现了 这样的人呢 往往的就会逐断专行 并且呢 缺乏自信 这个 做事呢 常常会后悔 但是做了后悔事 又不愿意承认 那还会常常觉得呢 精神恍惚 不知道自己在想啥 那么才华呢 也不稳定 这个 这样的人呢 他比较纵逻辑性 就是什么事都得给你说出个一二三来 并且呢 表现欲望非常强 理解能力非常强 但是 多学而不专 急性子 就是性子比较急 还喜欢自由 不喜欢受拘束 对不对 那做事情或者是为人处事的时候呢 容易被感动 也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 这是这个偏印和商官同时出现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商官多的 什么叫商官多呢 就是两个以上的就为多 对吧 那这样的人往往呢 他就会有血光 或者是破财 或者是有官司 还有呢 就是车官 也叫车祸 对吧 之类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 这一生当中呢 都会灾难不断 那么为人呢 也会刚愎自用 骄傲自负 常常会因为自负 而断送自己的钱财 或者叫财神 那做事呢 也会反反复复 而不自知 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 对吧 那 这个学东西呢 非常快 学了呢 就走 凡事呢 学习力比较强 但是相对来讲的 他就会看不起那些学不会的人 而且伤官比较多的人呢 他往往会破坏自己的格局 也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这样的人也容易有一些精神病 就是会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 那甚至呢 会导致配偶呢 会送到精神病院 就是也导致这个配偶不好 那男生呢 医生当中难有成就 那么女性呢 医生呢 就比较爱唠叨 这个爱挑剔 又是一个职场的人 想说啥就说啥 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也不顾及环境 这就是伤官多的这样的人 他往往的都不好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比肩和伤官过重的人 那这样的人呢 比较容易从事八大行业 也比较呢 容易多愁善感 往往自己的生活环境呢 比较差 处处呢 都需要自己 眼明手快地去打点 这个 因为是什么呢 就是比肩和伤官过重呢 这样的人还不容易 把自己的环境 看得比较悲哀 就是属于那种 悲观情绪比较严重的 那个性呢 比较不喜欢落语人后 就是往往的总想超越别人 所以说这样的人 敢冲 敢干 但是呢 也容易冲动 好多时候呢 因为自己的冲动 也会 这个 做错一些事情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 有 食神 和伤官的人 那么 这样的人呢 就是属于那种 呃 默默地做事的 就是不喜欢 强出头的 那么等人 发现的时候呢 会觉得比较体面 所以说这样的人吧 他就拿捏得比较好 伤官呢 有冲动的这个心性 食神呢 有稳动的这个心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样的人呢 老老的 做事拿捏比较好 就是 让别人呢 都比较喜欢 咱们看一下 郑财 这个 首先说呢 身强的时候 命中有正财的人 就比较爱玩 有欢喜心 那 喜欢热闹 而且呢 异性缘分比较好 那 为什么说异性缘分比较好呢 因为这个 财是升官的 对于女人来讲 财旺的时候 升官是不是 也能升到自己的丈夫呢 所以说呢 就是 孤性他也为丈夫或者是情人 所以说 异性缘分比较好 那么对于这个财 这个有正财的呢 对于男人来讲呢 这个财代表的是自己的老婆 对吧 所以说 这样的人呢 他就比较疼老婆 而且呢 正财为正道上来的财 这样的人 就是比较勤俭节约 做事比较固定 赚钱的机会比较多 而且呢 男人 这个往往的家庭责任感比较强 满足欲望比较低 比较好沟通 而且闲不住 但是呢 他缺乏恒心 就是没有恒心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 正财呢 他也代表的就是 固定的资产 或者定期的存款 或者是房子 稳定的股票 稳定的工作 对吧 他是正道上来的财 那再有正财的男命呢 就喜欢成熟的女人 有菩萨心肠 自己有的时候呢 也希望旁边的人拥有 就是不保守 就是不吝啬 咱们看一下正财的优点 就是正财为行用神的人呢 就会体现出他的优点了 对吧 那为人节俭 终实信用 做事呢 也安分守己 也会量力而为 不贪悲分之小 为人呢 这个正直不恶 计恶如仇 不喜欢投机 不喜欢钻营 那正偏财 正好是大相反的 对不对 那这样的人呢 也刻苦耐劳 任劳任怨 辛勤努力 做事按部就班 也比较珍惜金钱 属于那种点滴致富的 这样的人呢 家乘观念比较浓厚 对妻子 儿女呢 属于尽知尽责的 那往往呢 心情 心态也属于知足常乐的 做事呢 能够脚踏实地 保守忠拥 不标心利益 也不惹是生非 这个不会出风头 也不会与人勾心斗角的 但是呢 往往呢 是目睹为信 好多事情自己看到了 才会信的 也不信什么 这个邪魔歪造的 这样的人呢 比较重视物质生活 但是呢 有的时候缺乏精神上的调剂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正才的缺点 就是正才为继神的时候呢 就会体现出 这个人的缺点 对吧 这样的人呢 由于重视物质追求 而缺乏精神上的调节 以至于呢 精神就叫空虚 就是所谓的 家父而心穷 就是 这个光剩下钱了 对吧 那这样的人呢 又贪图安逸 喜欢享受现成的 并且呢 好意勿劳 有苟且偷安之心态 那常常会 因为过于计较金钱的得失呢 就会被人认为 像什么守财奴 或者是略色鬼之类的 但是他这个吝啬呢 对于这个女性啊 他是除爱的 对于女性 就是 倒是不吝啬他的财 但是对于家族 其他的亲友 包括自己的爱人 往往就是斤斤计较 让人认为呢 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 那这样的人做事情呢 基本上会守本分 但是有的时候 谨慎过度呢 而缺乏勇气与破裂 去追求变化和突破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一生当中呢 事业就属于 平平淡淡 平淡无奇的 没有什么 轰轰烈烈的表现 建议成就 做事呢 比较保守 呃 不思进取 或者是进取不足 而且呢 缺乏耐心 往往啊 虎头蛇尾 呃 前面想的比较好 后面呢 往往的做不到 而且呢 属于是半途而对的 呃 传统不足 也不愿意吃苦 并且呢 缺乏责任心 与荣誉感 荣誉 流于 这个 在做的习性 就是说 懒惰 没有责任感 对吧 咱们看一下 如果是难没有 有两个正裁的 正裁代表的是老婆 对不对 那么就会有 结两次婚的机会 或者是因为离婚 或者是因为丧偶 那离婚再结婚呢 或者是丧偶再结婚呢 对吧 那么拔字当中 没有财 这样的男人呢 他就不会疼老婆 那有的时候呢 就是心疼 他也表达不出来 就是不会表达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天杆上 有正裁和偏裁 也就是正裁和偏裁 都透出了 而地支 没有库 或者是 没有财根 财都在外面漏着呢 对吧 所以说呢 这样的人 一生当中 会财来财去 表面上 看似呢 有钱 实际上 那里面没钱 那都是说 别人认为的 或者的话说 即使是有钱 也不一定说 在自己手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正裁多的人 他就比较好沟通 比较会讲话 而且呢 这个印象源 比较好 会讨人喜欢 咱们再看一下 偏财 那么偏财 在命局当中 代表的是外财 就是偏财 或者是 不劳而获的财 或者是呢 不义之财 那像 古博的呀 等等的 偷盗的呀 对吧 这样的财 那这样的财呢 他因为为偏财 所以说 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为用神的时候呢 属于是 正常上班的人 他就会容易有 多角投资 就是多处的投资 比较善于理财 赚钱呢 比别人快 但是呢 流失也快 比如说像一些 会中奖啊 或者是赌博 也会赢钱呀 或者是 用不正当的手段 得来的钱 那么为继神的时候呢 则会破财 会被骗 或者是呢 就是这个财去得比较快 所以说呢 古话有一句叫说的 凶财不养家 对吧 就是说 不是从正道上来的钱 早晚啊 都会没的 这种财不成远 所以说呢 有一句话叫做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也就是告诉咱们大家的啊 不要去挣内良心的钱 不论是男女 命迪当中财多的人呢 都善于交际 有交际的手腕 也喜欢呢 与人沟通 也会与人沟通 但是呢 往往的感情 未必转移 咱们看一下 偏财的优点 就是 偏财为喜用神的时候 这样的人 为人比较 慷慨豪迈 也 圆滑 机智 精明干练 精力呢 比较充沛 这个 为人呢 也比较坦白 诚实 赞博名利 豪爽 狭义 也乐于助人 但是呢 也风流 多情 对吧 做事情呢 干净利落 喜欢速战速决 头脑灵活 也乐于进取 交际手腕呢 比较灵活 善于把握机会 去赚取钱 那安排事物呢 也会 这个有条有理 凡事呢 会拿得起 放得下 而且呢 不会过于 执着于金钱 这一生当中呢 有多金元草育 因此呢 常常会有 意外的收获 就是身材嘛 对不对 这个 但是在金钱 和女人缘方面呢 常常会有 戏剧性的得失 就是呢 呃 朗朗的 就是 这个 比较戏剧性的变化 多一些 咱们再看一下 偏财的缺点 就是 偏财为继承的时候呢 这样的人 他就不会珍惜金钱 并且呢 奢侈浪费 出手比较大方 但是呢 有败家的储向 人也容易 沉迷于 酒色当中 感情不专一 婚姻上呢 也容易出现问题 那偏财为继承的时候呢 也会有偷居奇巧 或者是 诈骗的行为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拔子当中 如果 没有 挣钱和偏财 这样的人 就会 不懂得赚钱 而且呢 比较吝啬 小气 对吧 也不会 很老婆 那么如果是男命 偏财旺的 容易离婚 婚姻呢 也不美满 为什么呀 因为正财为妻 偏财呢 为情人 或者是小气 对不对 那偏财旺的时候呢 他就喜欢 情人 不喜欢 自己的老婆 所以说 也就容易离婚 婚姻呢 也不好 那如果是女命 正财旺的 或者是偏财旺的 喜欢赚钱 也比较喜欢呢 不懂产 都有呢 就是偏财多 这个呢 尤其是男人 他就呢 不爱自己的正妻 只爱自己的情人 或者叫小气 当然这个呢 他也要看一下 就整个命局的组合 不是说一概而论的 那如果这个 偏财旺的这个人呢 他就不宜 认大官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官呢 都会是偏 这个贪官 对吧 这样的人呢 他会玩股票 或者是从事一些 其他的投资 那么当他做大官的时候呢 为了这个赚钱 为了一些意外的财呢 他可以 铤而走险 甚至呢 不顾这个国家 或者是人民的利益 而为了一己之私欲 干出一些没法犯罪的事情 那我们再看一下正观 身强的时候 命中有正观 这样的人呢 就会有光明正大的心态 但是呢 做事情不是特别积极的 为人比较爱面子 这样的人呢 是人们心中的 好朋友的特点 因为呢 比较正义 那他的优点呢 就是为人 人品专正 心地善良 这些也会安分守己 不贪悲分之小 能够遵纪守法 对家庭 对别人都能够负责任 也有管理的能力 正观嘛 对不对 为官嘛 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 那么正观的缺点呢 就是正观为继续的人呢 做事就会比较刻板 谨慎 落守成规 缺乏变通能力 做事情呢 也容易沾前顾后 魄力不足 有能力 不一定有魄力 对不对 做这个优柔寡断 往往因为犹豫不决 会错失一些良机 我们看一下 那如果是女命 正观出现在 年柱或者是月柱的 那早婚的几率比较高 并且呢 比较早熟 因为这个年呢 代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 那月呢 代表自己的 这个 那是年代表少年 月代表青年 对不对 那么在少年和青年时期 出现正观呢 对于女人来讲 对于女性来讲 那么就是比较早熟 而且呢 就是由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说 这个结婚 就会比较早一些 那命在正观和比肩的人呢 这个 不可为朋友做担保 那一定要注意 注意这个官非诉讼 就是官是口舌之类的事情 因为正观为官 那么比肩呢 是抗官的 对不对 这个 所以说呢 给人做担保 而且比肩也是多财的 所以说呢 就会 这个 会有一些 因为钱上的问题呀 或者是因为一些 口舌呀 或者官司呀 等等的一些 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说呢 最好是不要给人做担保 那么如果女命深弱 在正观和七煞的 怎么看 女命深弱 有正观七煞 那正观呢 为官 七煞呢 为偏观 对吧 正偏观 所以说也叫做官煞混杂 那么官煞混杂的女人呢 一生当中 感情上 就会有纠缠不断 会为情所困 如果女命深强呢 有正观和七煞的 她有帮复运 就是能够帮到自己的男人 也懂得 利用人际关系 也能够把男人呢 掌控在自己的股掌当中 这个能够得到男人的帮助 但是身弱的时候 就不行了 对吧 身弱的时候呢 往往呢 会为情所困 我们再看一下七煞 这个命中有七煞的这个人呢 会做事比较积极 这样的人 不是这种懦夫的特点 就是比较积极嘛 能够积极进取 那七煞的优点呢 就是七煞为用神的时候 为人威严 有权力 七煞本身为偏观 对不对 也勇敢果断 见义勇为 也饥饿如仇 这样的人呢 不善于欺伪 有灵敏的直觉力和判断力 心思细腻 敏捷 敢于突破恶劣的环境 也敢于创新 具有领导的权威 并且能够得到下属 以及子女的尊重 那么再看一下七煞的缺点 就是七煞为继生的时候呢 就会体现出他的缺点来 这样的人性格刚烈 而且会过于偏激 容易树敌 性格呢 难以让别人接受 人生波动比较大 有的时候会陷入困境 并且孤苦无缘 这个偏观过望的时候 就是七煞过望的时候 也容易变成 阴沉 好杀之性 为人喜欢争强好胜 猜忌多疑 不太信任别人 容易呢 自己孤军奋战 做事呢 事倍功半 极其劳苦 并且 劳尔无功 我们看 女命带正观和七煞的呢 往往的 异性缘分会比较好 容易与男人发生关系 并且这样的女人 抱负心比较强 在天干上 有正观 加七煞的女命 那做事呢 喜欢直接 因为天干 是明后的 对不对 地支呢 为暗藏的 那在地支上做事呢 就会用心计 并且呢 会耍一些阴谋诡计 并且也阴沉神秘 地性缘分比较好 也比较乱 如果是女命 身强带七煞的 喜欢玩弄于男人 与鼓掌当中 有操控权 这样的女人 也敢爱敢恨 那假如说 女命 七煞多的呢 往往的 会勾引男人 这样的女人呢 长了一双 这个 勾魂的眼睛 能够勾魂 受惑 对不对 我们再看 如果身强 命在七煞的呢 为人果断 力强 也敢爱敢恨 那也凶狠 脾气比较暴躁 并且呢 专制霸道 做事情比较积极 公关能力非常强 但是呢 报复心强 有仇必报 那也会选时机 如果是女命呢 也有光夫怨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身弱 在七煞的呢 就容易遭到意外 做事情呢 也不会积极 并且呢 常遭血光之灾 那如果 拔字当中 没有正观和七煞的呢 这样的人 说话 就是没有权威 就是不中权威 没有人能听得下去 就是 别人不喜欢听他的话 对于女性来讲呢 就不疼丈夫 那么对于男性来讲 也难有出头之日 我们再看一下正印 命中有正印的 印性代表权力 也代表慈悲 这样的人有心软的特性 比如说 也有一些像 哲学家 或者是艺术家的 那么正印的优点呢 就是正印 为喜忧神的时候 为人气质优雅 聪明 仁慈 善良 有品德上的修养 并且呢 众人情 比较爱面子 也重视学问 属于 比较清高自负的 重视精神生活 这样的人 有信仰 并且也容易获得 名誉和权力 也常常能够得到 贵人的帮助 能够享受一些 现成的福气 这是正印的优点 我们再看正印的缺点 正印为继神的时候呢 这样的人 会过于重视精神生活 而自视清高 轻视钱财 虽然有智慧 但却容易脱离现实 往往呢 会不切实际 缺乏应变的能力 不会察言观色 也不善于勾心斗角 这个 但是呢 又比较爱面子 常常呢 会掩饰自己的过失 不敢面对自己的缺点 严重的时候呢 就有虚伪其大的心理 我们再看 如果是难命 命带正才和偏硬的人 此生 比较会有 婆媳之间的问题 最好呢 分口 婆媳之间 应该多多沟通 因为正才是自己的爱人 对吧 那么印呢 代表自己的母亲 那财来坏印 印来坏财 对不对 这财印呢 它是交战的 命带正印的人呢 为人比较正派 也会得到别人的疼爱 尤其是身弱的人 身弱正印为喜用神 对不对 更会得到父母的关爱 或者是祖上的余印 那如果身强 印性多的人呢 一生当中压力会比较重 有这个烦心郁闷的情绪 因为身强 命性就为继神了 所以说呢 压力比较大 那如果是 命中带有正印和偏印的人呢 往往的为人 心性不定 优柔寡断 也不容易相信别人 那么我们再看看偏印 说身弱 命中带有偏印 这样的人呢 喜欢插嘴 别人说话 他总想插一句 这样的人点子比较多 反应比较快 并且呢 与佛呀 道呀 或者是密宗啊 有缘 那比较不容易 赞同别人的想法和特点 看一下偏印的优点 就是偏印为喜用神的人 心思比较细腻 思虑周全 机智敏 机智灵敏 感应敏锐 善于呢 灵机应变 具有优秀的领悟能力 也比较能够观察入微 这样的人呢 往往的做事老练 能干 警觉性高 并且呢 能够保守秘密 往往的 这个喜怒哀乐 不形于色 能够让异性信赖 对于 企划呀 创造 或者设计方面呢 具有独特的见解 思想呢 属于是超高怪异 而且呢 擅长怪招 奇数 我们再看一下 偏印的缺点 就是偏印为近的人 属于是思想 超凡怪异 性格内向多疑 喜欢离群 独处 而且呢 不喜欢参与社交活动 常常有这个厌恶世俗之心 虽然有斗志 但是却耐心不足 做事情往往会三心二意 以至于呢 中不成 西不就 这个虽然好学 但是呢 多学 少成 思想呢 比较奇特 喜欢描心立意 喜欢走捷径 不能按部就班 也喜欢呢 旁门躲到 往往呢 没有事的时候 就会空忙 瞎忙活 那么偏印过重的人呢 则会利欲心心 或者叫利己之心 比较强烈 会过于 这个 过高的评价自己 以至于呢 难于与人和睦相处 令人呢 有孤僻之感 那再看一下 在命局当中 偏印和伤观 同时出现的呢 这样的人呢 往往的 会突然之间 常常会有一些 恍惚 不知道想什么的 一些情况 这样的人喜欢呢 坐缠来调整自己 就是打打坐呀 或者是 这个修行修行的 但如果命局当中 有两个偏印的人呢 为人 始古不挂 并且好胜心强 也好变 喜欢争辩 这个 也好 革心 喜欢夺权 喜欢自己 说了算 对吧 这个 为了反对 而反对 有的时候 不知道到底 为什么要反对 就是呢 不想凶别人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命局当中 偏印多的 所谓多呢 就是三个以上的 就为多 那么身体 往往会不好 而且呢 这样的人 容易成为 神明的赞同 就像说 身上带身的 这种的人 那如果命局当中 有正印和偏印的呢 往往呢 这样的人 一辈子会后知后觉 并且非常主观 同时呢 会出现主观 跟同化 心性无定 这个喜欢三心二意 也不容易成功 化比较多 所以这样的人呢 就是比较厚变 反正呢 都是理 左右呢 都是他对 我们再看 命局当中 如果深入 命带偏印的人 就喜欢插嘴 点子比较多 而且反应比较快 比较呢 这个不容易赞同 别人的想法 为人冷漠 叹逆性强 但是呢 是洗脑专家 这个爱问问题 又听不进别人说的话 这个问题 还没有回答完呢 新的问题 就已经出炉了 这样的人 还喜欢钻 牛角尖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是女命 命局当中 带两个偏印以上的 并且在石柱了 那么石柱本身为子女工 对不对 那 印来 这个 消印 是石柱对不对 所以说呢 石柱代表的是子女 消印夺食 那就是 就不容易有子女 并且呢 晚年 子宫 旁光 也容易被切除 并且晚年呢 会孤僻 与人难以相处 还会呢 选择一些 无尾相的房子住 我们再看一下 拔子当中 没有正印和偏印的呢 要是这样的人 没有主见 以及呢 不主观 容易受到别人左右 内心呢 也没有安全感 咱们以上所讲的内容呢 就是石神的主要心性 上一次课呢 咱们讲了两个 这一次课讲了八个 石神心性呢 咱们就讲完了 咱们在石神当中 就是在天干上 就是在外面的 这种性格呢 表现 它就会有外在的性格表现 如果在地支呢 它表示内在的这个性格表现 如果是在地支藏干呢 它就会有一些潜伏的心性 下面呢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啊 这个 看一下 正观呢 表示为人纯正 善良 温和 命局当中 一官为清 就是有一个官 而且呢 命局 清透为好 物以系为贵 多了呢 它就有了 七煞的心性了 咱们再看七煞 代表 为人果敢 蛮横 粗暴 并且战友力非常强 有统治力 七煞为喜忧神的时候呢 也会非常好的 有的时候 甚至比正观还要好 那么像咱们古代的一些 乱世的英雄 往往呢 都是其他的格局 那再看一下 正财 就是正当的 固定的 劳心劳力所得的 包括一些 不动的产业 那偏财呢 就是外来之财 或者是第二职业 意外的 炒股的 买彩票的 或者别人送来的 捡到的 偷取取巧 这个专控片来的财 那再看一下正业 代表的是 权力 聪明 学业 也代表一个人的思维 判断力 多了呢 反而就会 迂腐 迟钝 并且呢 有懒惰的心性了 再看偏业 那为人 对人不真 而且呢 图回报 浩大喜功 多少呢 就会有狡猾 或者是不负责任 狠心 逃避的一件心性 我们再看笔尖 笔尖呢 有 有爱 同心协力 互助的心性 多了呢 他就有了这个 劫财的心性了 我们再看劫财 这样的人呢 就会讲条件 诡辩 狡猾 多少 就像欺骗啊 说谎啊 蠻红的 多了啊 多了 不是多少 多了就有欺骗 说谎 蠻红的心性了 那再看实神 有聪明 有福气 稳重 为人守信誉 有追求 适合 共同参与工作 多了呢 反而就有 伤官的心性了 对吧 那么再看伤官 这样的人呢 就会这个 言语比较犀利 并且呢 口才比较好 精明 有的时候呢 就会强词夺理 做事有手段 喜欢 独闯 独干 那如果伤官为 进行的时候呢 就会有诡诈 欺骗 说谎 或者是与法律 抗逢的心性 其实呢 在命局当中 哪一种五行突出呢 就能体现出 哪一种五行的特性 那在天杆上呢 多是属于暴露型的 对吧 那在地支呢 多是属于隐藏型的 内在的一些心性 所以说咱们大家呢 应该仔细地去理解 和领悟实身的心性啊 那对于批判拔子呢 看一个人的心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课下呢 大家都下来功夫 多学习学习 好吧 那今天晚上呢 咱们课就学习到这里 感恩师傅 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们下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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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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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